大家早晨 昨晚美国假期休市 但美子期货继续交易 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 昨日香港时间收市时大概在这个位置 接着它就一直上升 到香港今早凌晨大概1点钟左右 急跌了一下 然后又继续升 现在是处于近日的最高位 报4345.88 这一张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 阴阳触15分钟图 港股方面 我们五大指数真正变动率 看看 表现最差的昨日是科技指数跌了1.4% 跟到国企指数1.19% 其他的跌幅 0.18%至0.8% 成交金额比率 和过去5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金额比较 红额指数差不多 蓝筹股就明显增加 即是比平均比率高很多 国企股也是高很多 红筹就低过 而科技指数 高很多 幅度是特别的 证明昨天在跌市之中 科技股的沽压最大 接着就轮到蓝筹股和国企股 这形势对短期后市 就不太理想 美资期货 昨天港股收市时 是报4337.12 升了0.568% 港股五大指数 全部都跑输 给美资期货 跑输得最多的 就是科技指数 落后了3.6% 红筹就没那么落后 1%也不够 年货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买沽比率 收市时报 51比49 那又不是太差 虽然跌市 但是 低位都有一些 非散户买家 去主动数货 同估 上个交易 一样的比率 而绿德资金正主动买入 虽然有38亿 但是成交金额比率太低 低了5% 所以我们 没什么参谋价值 这个 38亿 平均的 绿德资金正主动买入29亿 全日的总成交金额 降到1654亿 高个平均的1442亿 而全日卖行金额是200亿 是高个平均 我说平均就是过亿 交易日的平均 简称叫平均 大家以后都 希望听得明白 平均是184亿 现在 卖空金额比率是 14.23% 略低个平均的 14.7 96% 保单指标 BBI 都是很差 超短期就好一点 因为昨天收市时有略见反弹 不知是淡油大户 临收市时 平均部分的淡仓收钱 想托高市场 引人来再买再沽 是不是 今早就会知道 都是22 22 一个 显示超短期的市况 是向淡 短期 明显向淡 中期亦都明显向淡 长期亦都向淡 所以我昨天 收市时 就已经向 WhatsApp 会员 发出通知 全期要减持现货 全期 由超短期 至超长期 都要减持 科技指数 阴阳烛日线图 昨日 事前 跌浪低位的支持 还要视 保力加通道底部支持 而保力加通道底部 转为下移 小心 未来一两个假日 是会拖着它 如果你是要买 博反弹 就要很小心 厚位 低位 买不够直播率 千万不要高 还要抱着一个 超短期投机的心态 短期是未得住的 因为有可能继续跌 甚至是回舍 这个低位 支持 都 不出计 7433 指标 当然是五个 全面向胆 因为 全面利胆 MACD 都发出了 雙鸿沽空信号 指数期货 好胆大部割力的情况 加权收市位 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这里 做漏了点 给大家看 肉眼望 这个 只要看这个 听下来再補分 给大家看 就是U和B 顺便讲讲 恒生指数 历史波幅 20天年度发历史波幅 不是16厘多 是13.601厘 是在说上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偏离值 连续三个加月人 是负数 这就 非乎可以确认了 今个月 头半个月的整体 走势 港股大市 是向淡 加权平均偏离值 是 -2.08% 国市期货 更差 -2.575% 恒指期货 昨天是 横行市 横行 偏稳 你留意的走势 一开始 急错 接着 到升 又降回来的低位 是没有低过 开市的低位 虽然 然后反复偏稳 但是整体来说 算是横行偏稳 是 国市期货 是很明显的跌市 并不像恒生指数期货 倒升 没有 低位 是明显低过开市的低位 所以明显跌市 波指期货走势也一样 明显跌市 亦没有高过开市的高位 没有倒升过 两个月份合约合计的未平昌合约正数 恒指期货 是明显 显注减少 国市期货 不变 科指期货 增加 先说显注减少 横行市 显注减少 就是减广 横行市 显注减少 就是减广 多个5% 科指期货 走势有反弹 没有正式回升 反复再跌 科指期货 由于未平昌合约正数 两个月份合计 低11,000多张 以下的分析结果 启示 准确程度 是减广 只有5.5% 跌得来是增加的 增加得来的分析结果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 科技股战场上 昨日 增加 下跌而增加 代表昨日 好挡大户 都在开新倉土利 对今天的市况是没什么事 今天的市场就难測少少了 这方面没有启示 12个恒生综合行业指数 恒生综合行业指数 有分为恒生综合行业指数 12个 还有恒生综合市值指数 分为 大型股指数 中型股指数 小型股指数 大中型股指数 中小型股指数 五个 超短线最强势的是 必须性消费业指数 资讯科技业指数 反弹就看这些 超短线 短线除这两个之外 还会有一个 能源业指数 33个行业类别 成交金额由大至小排列 由上而下 由左至右 什么是由上而下 由左至右 第一是这个 成交金额最大 第二是这个 第三是这个 然后先由上而下 第四不是这个 第四是这个 第五是这个 第七是这个 第八是这个 第七是这个 第七是这个 那么 跟着呢 我们看 它的平均 所属股票的平均升跌幅 有没有超过 0.5% 有的就特别留意 没有就不看了 想一想 就有一个 汽车业 升了1.196% 这个就 明显点 要值得留意了 其他都不够 例如 软件服务业跌了0.49% 都不够0.5% 地产跌0.46% 那么 没有那么值得留意 就是汽车业 一个值得留意 立即 OK 跟着我们再看看 如果根据这个 资金正主动买入 卖出的情况 比较 咦 都有很多资金正主动买入 原来昨天不是一年 沽货 但资金正主动买出 就很明显 软件服务业 16亿 跟着呢 医疗保健业 比较多 4亿3千 900多万 不过资金正主动买入 其实都不够5亿 通常是5亿 值得特别留意 有没有5亿 还有的 有 一般金属及抗生业 资金正主动买入 7亿8千万 食物及饮料 6亿6千8百万 这些就是资金流入的版块 506只 506只 为何507变成506呢 因为699 没有了 699 那只就是 停止交易 就是停止交易 699是什么 就是这一只 拉给大家看 资金正主动买入 最多的 禁风里叶 177叶 有5亿5千多万 然后5亿2千万的维他奶 大家都知道什么事件 都不说 虽然 虽然 说投资 投资 虽然涉及政治 4亿4千多万 就是比亚迪股份 好 第10个 有6只升 4只跌 收市价 下跌 但是如果真正全日的升跌 就要将收市价 和家庭平均价 比较 看看升跌幅有没有特别 超过500% 包括 东岳集团升了21% 中国远景国际 升了13.65% 特别的 还有 禁风地业升了11.8% 但维他奶跌了11.7% 过去五六交易日 累积升跌 够11% 有两只 东岳集团升了37.5% 快手跌了16.6% 降527新高的有两只 东岳集团 8.1.8% 中国远景国际 14.8.8% 创52周身低的有三只 头十位 维他奶25元 快手170元 中国平安 73.3 哇 我想议此沉深事非常激烈 主动买股比率 66-34 先看这一只 维他奶是75-25 代表什么呢 虽然7-25元 但是下面很多是称低数货的 数得很厉害的 那你就要看着 25元 这个已经成为了短期的重要支持位 不容有失 然后再看看 有没有多些 然后这只 13比27 就是由 6.76元 这个也成为了 短期的重要支持位 和维他奶一样 不容有失 2比 有两只超过3倍 就是东岳集团 那这样看呢 我们就看6.76元 和8.1 8之间 就是说 昨天即市的 好淡增持区 激烈增持区 由于收市位 是明显高的 加权平均 那我们看 可不可以向上突破 向上突破 应该说 应该说 另外这一只 维他奶 要看25元 和26.75元 当然看下边 我们 看下边 就会不会收到25元 多一些 往上突破 真的突破 那就是好事的 如果真的突破 就是迅速见底 都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你看收市位 25.95元 是高的 加权平均 25.59元 才移 就是昨天如果是沽货 沽货的人 拉均来计 是 后悔也会 直视计 专业中 分析表显示 昨天表现最好的 禁锋利益 第2 是东岳集团 第3 就是 吉利汽车 第4 就是中国软件国际 所以呢 我和大家 简单地分析 就会有4只 不过我就不说第1只 为什么呢 我会告诉你 我只是说第2只 东岳集团 第3只 吉利汽车 第4位 中国软件国际 先看东岳集团 阴阳烛日线 我们集中看5个指标 SAR 保力加通道中族 14天的RSI 股票我用14的 跟着有 STC 和MACD 防止指标 全面利好 短期的股票 全显著向好的 昨天的阳烛 很厉害 这么长的 连续第4只阳烛 也是连续第1 2、2、3、4个加日 站在保力加通道 顶部上 可想而知 就是 升势几麟 短期的重要 支持位 已经是上移到这个位 这个 7.36 是3月3号的高位 另外要看的 如果我们追不追货 就 真的要继续 这些位置 都不敢向大家追货 如果我们真的要追货 就要定好止蝕位 那止蝕位 怎么放呢 当然 除了放这个之外 6.36之外 建议大家 看看这个位 这些 长生区 大阳烛 新区的中间位 即6.86 昨天的 开市位 6.86 另外 括弧 加密 收市位 8.71 山括弧 除以2 即7.51 1.5 7.51 1.5 是高的 7.36 所以如果真短期的 你的指示位 应该 7.51 1.5 收市位 计算 上网目标多少呢 那你就要 自己用其他方法 计算 不是没得计算的 有些 量度升幅目标 例如 举个例子 你可以说 简单地计算 你可以说 7.36 那么 下面那个横行区的底部 是4.76 7.36 7.36 减4 减7.76 那复不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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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教下图表 就支持 入市时间 捉小时图 接着第2只 要说的是 吉利汽车 简单地说 吉利汽车先轮 过了几天 就 一路一个短期的调整 现在 昨天有一个回升 破脚穿头 利好专业形态 如果你要追进去的话 当然 指示位 当然是 破脚穿头形态 最低位 22.5 不用说了 目标望上是多少 那当然是先看 这个高位 这个跌浪 调整浪的起点 27.4 没错 27.4 就这样看 如果 情况差点不到27.4 就要看这个27.4 跌到这个 22.5 0.61 8倍反弹目标就算了 如果去到这个位置 直播率就一般 加上你看看图表形势 除了 股价升 所以加通道中途上面之外 其他四个指标都是利淡 所以 短期形势是向淡的 这只股票 都要进去博 直博率 脱短线 似乎就不够了 胜算也不是 有大把握 接着讲完 中国软件国际354 先看指标 一个淡 STC 就是好的 RSI 股价升级 还没回到五天平均线上 保力加通道 SAL也好 4 1 2 3 三好两道 偏好的 认识是偏好的 这只股价升级 一只大 大刑竹 冲了上 创了近期的新高位 14.8 包括这样 破脚穿头又是 这个不是 因为之前没有一个持续跌落 这个不是破脚穿头 当然你也可以看 我说 指示位置在哪里 短线进去 或者你持货的 继续看上去 其实没有分别 如果你现在持货 没有大分别 真正的分别 就是资金管理 但要看后市 是没有分别 你 现在 进入去买 短炒 还有你持货的股票 继续看 短线看 是一样的 结果 所以那些 徐经节目的主持人 或者那些 投资专家 留言 来的 那些 这些股票怎么看 后市 你有没有持货 持货多少 是不是重货 持有 是完全没有意思的 难道我告诉你 重货 你问我 我没有持货 就不要入 如果我持货 习的时候 等下 或者追货 就是心理辅导 好 我们看看 低位 12.8 就是一个 指示位 升了这么多 你再拼几多呢 当然你再冲上去 站再高高点 你的指示位 指赚位 或者指示位 就不是放在 12.8 就应该放在 这个高位 前升浪高位 14.2 看多少 亦都可以计算 看多少 这个情况 当然是 简单地看 你用一个 科朗尼论 评论 例如说 这一节 很明显的 升势 从这里 升到这里 跌下来之后 你拼它 这个新星浪 就是这个星浪 1.6 100倍 算上去 1倍 就没什么肉 吃了 拼上去 简单地讲讲 这三个股票 为什么我不讲第一只 因为第一只禁锋利业 我稍后会详细分析 所以现在就不讲了 那么禁锋利业 先看看 哇 这次质量很大 一只大洋速 勿势很漂亮 升破了这个 前升浪高位 这个肯定是哪位 短期新的支持位 短期彩虑位 就在这里 再看上升通道的 顶 很容易望的 这个股票 接着就再看 OBV OBV 近期 跌了下去 然后跌 然后升回上来 都是 配合这个 走势的 那我们就详细讲这个 最后 最后呢 我们就看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现在是报4346.12 升了0.208% 那恒生指数的合理值 5个指数的合理值在这里 应该升84点合理的 28227 但是升不升那么多的 要看 一样东西 看什么 来看 内地股市的走势 今天 上面那么多消息 三个即市重要 阻力位 三个即市重要支持位 在这里 那我们在第二段 投资影音分析 再和大家见